居换5这个引擎 它有两个功能 这次是打动到我了 第一个就是它的Nanity 微多变形 还有一个Numers 实时全居光照 为什么这两个系统打动我呢 当然它还有另外一个系统 就是那个Breaches 暗亮了这种Mexican的模型裤 贴图裤 第一说一下Numers Numers它这个 它这个实时全居光 跟Unity的那个实时全居光不太一样 Unity的实时全居光是 你只能在游戏播放游戏之前 然后烘焙好光照 它里面的光照可以变化 但是物体不能动 物体不能动 就是说你是静态的物体 还是动态的物体 就都不能动了 当然动态的物体 它不参与这个全居光 实时全居光的这种光照 静态的呢就事先烘焙好 但是这个Numers呢 就不一样 你可以在实时的游戏中 调整灯光或者是物品 动画 它都会改变这种全居光的 这个实时昏培 那这个就是我非常喜欢的功能 那另外一个就是微多平行 可以看一下这个细节 特别是这个雪山的这些 这些这些你看你看动动 这些很小很小的细节 这些细节非常的 非常的恐怖 我当时看着这些细节我都惊呆了 所以我决定来研究研究吧 挺香的 用作PC游戏绝对是BIRDS选 因为这个画面 你看那个竞争优势太大了 当然这些资源你也可以到 到Unity里面去用 但是在Unity Unreal里面直接用可能更香 Unity可以做手机游戏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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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